铁道少女问 你可曾探访过这个小镇中的明星 神秘又亮丽的三雕领 三雕领是平溪县铁道的起点 当年煤矿业兴盛之时 许多老矿工与台铁员工家庭居住于此 一片繁荣热闹 同时 基隆河蜿蜒穿过这里 上游的河间 湖屑 瀑布 中下游的曲流 峡谷 不断变化的景观 让人叹为观止 我们如何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如何利用它所遗留下的那些文化 我们重新让三雕领找到它重生的机会 三雕领这个苏人国小 就在基隆河旁边 因为以前的那个矿叶 还有那个聚落的文化 这一部分当然是在地面有重要的特色 铁路与河川 深深影响着三雕领的生活形态 因为自然环境优美与怀旧铁道的结合 现在的三雕领已经成了部落客 心中最著名的怀香景点 希望透过很多艺术行动 把人重新的汇聚起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讲了很多的故事 那我们又把这些故事 那透过艺术家的一些创意 把它变成现在在三雕领 可以透过作品 可以看到这些故事的地方 透过文化工作者 建筑师 艺术家与当地居民的参与 用时光和魔法 让这植服的聚落重新发光发亮 树人国小 曾是三雕领唯一的小学 也是许多居民的共同记忆 却因矿业没落而荒废多年 现在经艺术家改造后 成为郊村生活美学展场 广场上的煤车变菜车 转述了当地生活变迁 煤车变菜车变 关于广志的甜蜜回忆 都浓缩在故事景床中 这个艺术与空间的对话与合作 让铁路平溪线的起点 有了最美丽的开始 开始这个聚落游的小朋友的笑声 就逐渐的其实会有瑞芳国小的学童 也进来这个教室里面 做一些环境教育啊 或是艺术教育啊 甚至是乡土教育的一个场所 河水溯源的行动艺术 以三雕岭为基地 召唤三雕岭的游子 犹如鲁满驾河回游 重新联系居民与过往乡林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刘茜茜白 biblical教育 和 préc言研究 第三集 分享 由乡展益 这艺术行动链接基隆河的上中下游的环境关卡团体 河流与人的关心在行动艺术中实践 过去的三刀林重要生产资源是当地的煤矿 现在矿业虽然没落 但寻着铁道曾经承载的故事回忆 艺术家透过和居民互动 一同搜集三刀林的声音与影像 完成充满故事性的艺术空间与装置作品 这是我这是刘老师他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行线上的绿光宝盒 艺术进驻三角岭系列活动 已于9月22日展开 现在漫步在三角岭 随处都可以发现惊喜 细细品味艺术家的巧思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1年开始 以平溪线上的绿光宝盒为名的艺术行动在三角岭展开 沉寂已久的郊村聚落 因为民众返乡 国小学童重返校园而又再现迄今 有了艺术的终点 三雕岭的郊村生活 铁道文化与河流故事收拢在瘦人国小校园空间 原本闲置 娱乐的校园建筑开始有了崭新面貌 宛如故事宝盒 在一片绿玉山水中缓缓述说 聚落里的人情聚散与环境变化 基隆河上游的郊村三雕岭 为你展开一个关于童话 绘本 农耕 公共艺术 横流生态与地景保护的多元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